刚刚真的讲到说骗完神明的人 现在我们看看骗人民的人 因为不管是郑文燦 或是林志坚 这都是在一年内才讲过的话 我们也都一直以为林志坚 他当时就坚持不选大新竹 是为了要好好在地方耕耘 帮忙要来力拼他们的合并不是吗 对啊 我觉得在讲这个桃园之前 我一定要帮苏贞昌讲一句话 他去讲说这个 行政院的工作就是拼经济 雇选情 还有这个我们一起打赢这场防疫的选战 好他讲这些话 其实就只是告诉大家 他心里想的就是打赢选战 他防疫的目的就是要为了选举 我们的防疫指挥中心 早就是选情指挥中心了 这就是一个实话 我们的行政院长是不会说谎的 他只会骗神明 他不会骗人民 好那来我们来看一下 林志坚他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来这是去年8月30号 8月30号 我特别去挑了是Coco姐的 Coco姐的媒体 他的媒体绝对不会说谎嘛 对不对 他说宣誓没有意愿参选桃园市长 林志坚说本来无疑物 何处惹尘埃呀 哎呀怎么现在要惹尘埃了呢 好他8月30号为什么要讲这一句 就是因为8月29号 郑文燦突然讲了一句 林志坚不在桃园的政治版图 好林志坚一不在桃园政治版图 林志坚出来讲了这句话之后呢 过一个礼拜发生什么事呢 林志坚推动大新竹合并 好这事情是要我们不要把这个时间去看出来哦 哎因为桃园没机会了好我来推大新竹合并 我想当大新竹市长结果呢到了好我们来看下一张 好这个是这个是9月18号 9月18号他在友台哦接受这个专访的时候 主持人问他说哎那你这个你这个大新竹市 你要到时候要不要去参选市长啊 他说哦我既然倡议了我应该要留下来推动这件事 好什么意思就是他既然要推动大新竹合并 他就要留下来继续推动不管参选不参选市长 好这是当初8个月前8个月前林志坚在为所有媒体上面 公开告诉新竹市民他要为了大新竹合并努力 奋斗留下来拼搏到了今年底哦今年底去年底去年底 12月27号林志坚宣誓说如果大新竹合并的话 我不会参选市长但他一定会留下来继续推动 这些论调他不断的强调不断的强调 甚至现在新竹市政府还要筹备有一个所谓的 新竹县市合并专案办公室这都是林志坚任内要推动的 结果现在新竹县市合并无望 当党要他去桃园选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 我求来就打 但是当然你看所以他昨天发文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要跟新竹市民说声抱歉我骗了人民 一开始我们讲的那一位他骗神明 这一位他骗人命好 那林志坚其实他他在绿营当然很优秀 来阳明哥是到底他算不算一个落跑的概念 我首先我要跟大家报告 在我国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史上 我们的地方自治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现任的县市长 为了选其他县市的县市长 把户籍牵过去去辞掉现任县市长的职务 没有林志坚将创下我国民主政治史上第一人 这是一个崭新的民主进步的价值 叫做什么 只要他有政绩有能力到哪里都可以 而且呢他们讲 他们这个民进党现在逻辑说 很多人讲那你这个不是落跑吗 你跟韩国瑜有什么两样 他们说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瑜是只做一年就跑去选总统 林志坚做七年了 七年半了 任期只剩一点点 没有这没有落跑 他是他是为了更大的责任去承担的 而且要告诉大家 新竹跟桃园 哎呀你不告诉你一百年前都叫新竹州啊 哎呀你要不要反民父亲啊 我们要不要回到清朝回到日据时代啊 各位民进党为了要让林志坚去选 讲出这么多的借口 说穿了就是骗完人民还要圆谎 你说了谎还要圆谎 每一个谎言都要更多的谎言去圆 好这就是林志坚现在的老实说 其实是困境 因为你的洗手势是跟新竹市民道歉 未来你到桃园 你要怎么说服桃园的人民 你不会骗桃园的人民 你都曾经背离新竹市民两任给你的这个承诺 你居然提前离开 哎我告诉大家 韩国瑜跟林志坚真的不一样 韩国瑜去选总统不需要请辞这个高雄市长 哎不需要也不需要签户籍 但是林志坚要选桃园市长 要把在7月26号以前要把户籍 签到桃园市哎我告诉你今天有个报道很好笑哦 他说依照法规哦 只要他7月26号以前签过去哦 只要他这个户籍还在 哎在桃园哦这四个月内哦 就是说到11月26号也就投票前哦哎林志坚依法可以不用辞这个新竹市长 他可以户籍在桃园去做新竹市长 你看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优良的法规哦 可是呢因为林志坚他自己说他如果要选 如果被征召如果他要选他会辞去新竹市长的职务 好所以他未来他一定会辞职 他会到桃园用这个所谓空降的姿态 两个不一样啊一个要辞一个不要辞啊 所以他是真真实实创下台湾民主自治史上的一个记录 所以这两件事情一个叫做诚信 就是你骗人民一个叫做绕跑 绕跑这两个事情是他第一第一个课题 他还没有还没有到地方走你就得要回答 好至于哦刚刚 老实说这个桃园市议员那场记者会我真的觉得 我本人身为桃园市民哦 本人对这个这个广大的这个全国的民众哦 要说声抱歉我们选出这样的一个素质的这个议员哦 这刚刚那个那个笑话简直就是小学生的那个我坚强复国的的笑话 但是重点来了 我们的桃园市议员在不管怎么样 他们在提名的第二天赶快站出来 三十几人全部站出来团结一致 国民党做得到吗 国民党做不到 国民党连个议长要看要见个面要见三次 要找他找三次才见得到 现在还有国民党的立委还见不到张善政 这就是国民党 所以你说林志坚有没有可能当选 有可能 他就算骗人民就算落跑 他还是有可能当选 而且他的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就是他有一个最强大的后盾叫什么郑文燦 郑文燦就算他去年八月说 林志坚不在桃园的政治版图 现在又说他是这个最佳的人选 为什么 因为对郑文燦来说他不能输桃园 人家在算都看张善政 对然后PK的是郑文燦加林志坚 年底如果郑文燦输了桃园 是他的本命区被击弱 对一个他有未来他的政治生涯 还要往上飞的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当他的本命区被击弱的时候 他形同断尾 形同断尾 所以郑文燦有不能输的压力 我们都说这一场年底选举 对郑文燦是重中之重 而赖清德相对来讲他就轻松多了 赖清德就可以躺着到处去 说组一个辅选团 所以郑文燦他势必要找出民调最强的人去选桃园 姿态再难看都没关系 只要会赢就好 在他看到民众党国民党都是空降的人选的时候 哎呀空降的人有什么关系 都空降嘛 大家都是空降 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上 那桃园的这个所谓过去 我告诉你桃园史上从来没有选出桃园 不是桃园人的这个县长或市长 这一次终于这个在地魔咒要被打破 而未来呢未来就看桃园市民要怎么选择 但我必须要讲 林志坚不是只有靠郑文燦就能轻松选上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桃园市的人口是200多万 新竹市的人口45万 桃园市有个桃园区 就是桃园火车站所在的桃园区 他的人口就45万 新竹市的人口不过是桃园 13个行政区里面的一个 就可以对比 面积 新竹市的面积大概是100平方公里 104 那桃园是1221的平方公里 然后呢 所以新竹只有桃园的8.5%的这个面积大 所以对于一个 治理一个小城市 很上手的林志坚来讲 你要去到一个大的直辖市 去规划 你要提出什么样的愿景 这是他未来面临很重要的挑战 这也是未来桃园市民 会不会把选票投给他的关键 但是目前他年轻 形象还不错 至少在这一点上面 他又有一个执政党的这个优势 都是林志坚相对来讲 比较优势的地方 所以如果张善政 短期内没有办法整合 然后呢 这个长期呢 他没有办法给民众一些愿景 没有办法给他们信任感的话 林志坚 年底 还是很有可能会当选 大家今天大报告啊 现在要来开Turbo 拼近月数了 就靠你们动动手指冲一波 请一起开启小铃铛 转发多多普克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哦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 快点购网站上投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 这个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